你為什麼明明知道是禁藥 你還把它買進來當藥材用 每三次要換個地方嘛 左這邊都是針孔嘛 我們正常長大的打針不絕的怕痛嘛 對 可是當一個成年人 打針打到會哀哀叫 你可以知道他的手痛 你為什麼明明知道是禁藥 你還把它買進來當藥材用 你明明知道你是一個中醫師公會的前任理事長 你還是中醫的博士 你沒有理由不知道說 我不知道那個是禁藥 94年衛生署就已經規定了 那是禁藥 你看過小孩子被打針哀哀叫嗎 他就知道那 我們正常長大的打針不絕的怕痛嘛 對 可是當一個成年人 打針打到會哀哀叫 你可以知道他的手痛 他是左側的乳房跟淋巴都切除了 所以他左手不能受傷 不能受一點傷 因為他沒有淋巴了 針中毒是因為他每張地方要換個 每張處要換個地方嘛 對 所以左這邊都是針孔嘛 這裡都是針孔 到最後是打關節 所以你想 你能想像一根針從這樣子打進去 那個感覺 我沒辦法忍受你知道嗎 因為你要知道 這裡是皮肉最少的地方 人精最多的地方 我跟你講 一天起碼進去 兩天三 打三支 乘以三 就打七九 一天就七千九 十天就七萬九 總共要打十四天 包括病房費 除非你做腱膀房 口服的副作用很大 大多數人都會肚子腳痛不舒服 沒有實力 所以宏主任也說 那你這個也不適合口服一定要打針 所以剛開始第一次治療 醫生給我們兩個禮拜的口服藥 兩萬六千種換 我們吃了一個禮拜 我大概就受不了 就回整了 就排安排打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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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